美國聯署局即將公布本月議息會議結果 市場關注加息對本港經濟影響 以及香港會府跟隨加息 香港財政司長陳茂波日前說 下月或需要下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期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今天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表示 香港屬於外向營經濟 外圍經濟活動對香港有較大影響 短期內經濟或會受到美國加息影響 香港6月份出口貨值 按年跌了6.4% 遠順預期 他說這個反映外圍不明朗因素 對本港經濟有影響 影響或會持續 至於香港未來是否會跟隨聯署局加息 他說要視乎流動性 他並提醒 隨著息口上升 市民在進行投資活動的時候 要小心管控成本 有為了 人參與 香港有 minus 興趣的 有為了 人參與 我們去通過 聯署